他是大名少有的文武兼备的传奇皇帝 为何却在壮年之时早早离世 他的死亡原因扑朔迷离 埋藏在其中的真相又是什么呢 朱瞻基这位传奇皇帝一生 所不得不说的故事 今天史先生就来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公元1399年 朱瞻基出生在了帝王世家 据说朱瞻基出生那天 朱棣曾梦到朱元璋给了他一个大规 并对朱棣说 传给孙子则每一世都会繁荣昌盛 在古代 大规是权力的象征 这让朱棣感到非常吉祥 之后有下人报道朱瞻基出生了 朱棣觉得梦中的场景 可能是印证到孙子的身上 朱棣看到在墙堡之中的朱瞻基后 发现他非常像自己 而且眉宇之间还有一团英气 非常高兴 认为这个婴儿乃是大名福兆 于是非常喜爱朱瞻基 同年朱棣便发动了静难之意 在长达四年的艰难苦战后 在公元1402年 朱棣成功登基为帝 第二年便改国号为永乐 此后便一直勤于正式 不敢有任何的懈怠 公元1409年 朱棣便让朱瞻基跟随自己 一起去巡视北京 让朱瞻基观看农民家中 耕种土地所用的农物家具 了解当地的百姓生活 并写下了物本讯送给朱瞻基 这件事呢 给朱瞻基留下了深刻印象 此后 他实时谨记百姓之苦 关心百姓生活 公元1411年 朱棣策立朱瞻基为皇太孙 开始加官 此时 朱瞻基不过12岁 可见朱棣对朱瞻基的喜爱之情 除此之外 每逢征讨蒙古 或是巡视北京 都让朱瞻基跟随自己 俨然将朱瞻基 当做了一个未来的皇帝去培养 公元1414年 此时 明成祖朱第二次北伐末辈 这一次 他带上了刚刚15岁的朱瞻基 朱瞻基此时少年新兴 看着大明神机营火枪在手 将敌军揍得满地找牙 也忍不住想上去表现一下 当时李先看出了他的心思 便怂恿朱瞻基 追击到了九龙口 此时 瓦剌的骑兵 也看出了朱瞻基的身份不凡 纷纷上前围攻朱瞻基 幸好朱瞻基从小就勤练武学 一身射术武艺不在话下 一直撑到朱瞻基派来的骑兵 于是 危机随即便被解除了 否则的话 这位尚在成长的皇帝 恐怕就要光荣战死在末北了 除此之外 哪怕是出张末北 朱瞻基也没有让朱瞻基 落下功课 更是派见明朝大学士 胡广等人到军中为朱瞻基讲学 可见 朱棣对朱瞻基的关爱之深 用心之苦 竟到了这种地步 而朱瞻基也没有辜负朱棣的厚望 从小就聪明伶俐 一身才智远超同龄人 且文武兼备 不仅极其擅长骑射 在艺术文学层面 也有很深的造诣 不仅如此 朱瞻基还非常孝顺 对父亲朱高志特别尊敬 有一次 家中祭拜先祖 朱高志由于健康不佳 身体臃腫肥胖 一路上便走得亮亮强强 朱瞻基的二叔朱高绪 向来不太尊重大哥 便出言讥讽 当时兄弟二人 本就为利楚一世 闹得满城风雨 这句话就如同点燃了炸药桶 于是朱瞻基听到后 便接上一句反讽朱高绪 为自己的父亲迎回颜面 这也引起了朱高绪的不满 开始对朱瞻基小心起来 说起利楚之事呢 这里面也有一些小插曲 当时朱棣要立太子 从本意上来讲 朱棣实际上更喜欢 自己的儿子朱高绪 一是因为朱高尺身材肥胖 没有大才 让朱棣觉得大儿子朱高尺 不像他这般英勇善战 二是因为 朱高绪曾在静难之意 立下大功 为人也颇有手段 所以 朱棣更想立朱高绪为太子 可古代有说法 利楚之事 当利敌利涨 而且朱瞻基的父亲 还是朱高绪 所以如何确立太子人选 搞得朱棣很是头疼 便询问了谢静 谢静一眼便看穿了朱棣的心思 知道他是在为朱瞻基担心 于是呢 便提醒朱棣 自古力掌不利诱 更何况 朱高尺还有一个好儿子 这句话直接坚定了朱棣的想法 于是 立朱高尺为太子 可以说 朱高尺成为太子 很大一部分上 都是沾了自己儿子的光 这是真正的 父平子归 这件事说起来非常熟悉 因为上一代朱家 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当时朱元璋想让大儿子当皇帝 但朱镖却死得很早 于是 朱元璋便把对朱镖的爱 给到了他的孙子朱永文身上 最终 朱元璋驾崩之时 一招式让朱永文当皇帝 可朱棣不服 论武功 他镇守边关多年 吓得满意不敢进犯 论文治 朝中大臣 且与他交往密切 他威望也极高 论辈分 他更是朱永文的叔叔 他和朱元璋如此相像 于情于理 都该是他当皇帝才对 所以 朱棣起义了 此时的朱高旭 就面临这种情况 只不过 是朱高尺还没死罢了 一直以来 朱高旭都对太子一事不满意 一直想要成为皇帝 毕竟 自己父亲就是这样做的 而他不过是效仿父亲罢了 而朱棣也一直迟迟 没有下定好决心削藩 这也为后来 朱高旭谋反 埋下了火音 公元1424年 朱棣倒在了 蒸伐回城的路上 这位马背上的皇帝驾崩了 他曾五次北伐 将蒙古人赶到遥远的北边 发兵南下 控制安南等地区 为大明赢得了一个 相对安全的发展环境 或许有后人认为 他穷兵独武 严重影响国家发展 但我想 站在他作为皇帝的角度上来看 或许一个安稳的环境 才能造就一个真正的盛世吧 而这才是人选之志的前提 也正是因此 他才会教导朱瞻基 滕西子民与民休息 出帝死后 他的臣子深知朱高旭 一旦知晓这个消息 必会骑兵造反 于是商议将这个消息藏起来 将其秘密告诉太子朱高池 等到了京城再公布出来 于是朱高旭也就丢掉了一次好机会 但是机会总是有的 就看你能不能把握住 同年朱高池即位 立朱瞻基为太子 命的前往南京史查 筹备迁都的工作 在朱高池的统治下 明朝实行人政与民休息 国家发展渐渐恢复走向正轨 但朱高池却极为短命 刚上位不到十月便病重了 只好急忙召回朱瞻基商讨继位一事 而机会朱高旭也就等到了 为了能够顺利得到皇位 他决定在半路上截杀之二 朱高旭不敢马虎 在沿线各地布下伏兵 全都是朱瞻基的必经之路 一旦朱瞻基路过此地 则肯定命丧皇权 然而一个月后 朱瞻基竟奇迹般地 出现在了北京郊外的梁乡 让朱高旭的计划落空 朱高旭无论如何 都想不明白其中的原因 只好感叹一声 此子气运滔天 才华横矣 日后必定被上天所嫉妒 在朱瞻基登基之后 他做了哪些事呢 又遇到了什么困难 公元1425年 朱瞻基正式登基 次年改年号为宣德 这位一直被看作是 未来皇帝的朱瞻基 终于登上了皇位 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 他就能高枕无忧 因为还有人对这个皇位虎视眈眈 恨不得将他斩于马下 那个人就是朱高旭 而这也是他上位之后 要面临的第一件事 公元1426年 朱高旭谋反发动叛乱 二十多年前 也有一个年轻人 遇到了和朱瞻基一样的危机 同样是藩王作乱 发动叛乱的人 同样是他的叔叔 那个年轻人叫朱允文 不知道朱棣权下有知的话 会不会觉得很讽刺 不过 朱瞻基也不是朱允文 朱高旭也同样不是朱棣 这也让两次叛乱的结果完全不同 前人的经验摆在那里 朱高旭只需要照着做就好了 于是 他派一位官员进京联络 第一个人便是英国公张府 朱高旭希望让张府为内应 为他在朝中辅助 但张府是个明白人 朱瞻基是皇帝 我是英国公 你朱高旭篡尾成功是皇帝 我还是英国公 我何必为你冒这么大的风险呢 于是张府当夜便逮捕官员 上报朱瞻基 朱瞻基知晓此事后 一开始并没有起兵征讨 而是写一封信给他的二叔 小只以礼 动之以轻 劝他只要罢兵投降 就还是我的好二叔 但是朱高旭并未搭理 还火同静荣 在济南遭事 都这个时候了 让我朱高旭放下屠刀 那不是扯吗 于是为了平定叛乱 朱瞻基决定亲率大军平叛 作为常年跟随朱地 征讨末北的朱瞻基 在军中有很高的威望 很快 消息一出 极大的鼓舞了三军将士 民心有所安定 局势也有所缓和 之后朱瞻基派兵防守淮安 防止朱高旭向南逃跑 自己则率军前往乐安 有人就对朱瞻基说 朱高旭曾请求居住在南京 这次他应该会率军攻打南京 但朱瞻基却认为 济南城池坚固 朱高旭不敢率军攻打 而他的家属又都在乐安 也不敢南下攻打南京 只能在乐安固守 而事实证明朱瞻基的这番看法 完全正确 此时的朱高旭 确实固守在乐安 因为朱瞻基亲自出征 竟让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而他父亲当年也没教过他 遇到这一步该如何面对 所以只能待在乐安束手待毙 大军来包围乐安之后 朱瞻基并未发动进攻 而是派人传信 说大家都是被朱高旭裹挟的 并不是真的想起义 这些他都知道 只要大家愿意出城投降 以前的事情他都既往不咎 这一招实在高明 正所谓用兵之道 攻心为上 攻城为下 相比起叛乱得到的奖赏 对于普通人来讲 还是命要更重要一些 所以 乐安城中很快便有人叛变 想逮捕朱高旭献给朱瞻基 搞得朱高旭非常狼狈 落得个重判亲离的下场 只好宣布愿意投降 朱高旭出城投降之后 朱瞻基身边的臣子 都请求朱瞻基用上重刑惩罚 将朱高旭直接就地正法 朱瞻基却制止了他们 并将奏表拿给朱高旭观看 把朱高旭下了个半死 之后便将朱高旭收押起来 而这场藩王叛乱 就如此轻易地被朱瞻基平定 作为静难之意的亲历者 朱高旭曾亲眼见证了父亲的成功 如今却被侄儿轻易平定 可见朱瞻基有多么厉害 在极为平乱之后 朱瞻基才算是真正成功当上了皇帝 而接下来他的眼光 也不再局限于自己的某位叔叔 将会是整个大明朝的天下 而他第一步便是薛藩 在许多年前 朱元璋打败了元朝建立明朝 为了更好地控制地方区域 他将自己的儿子全部分封出去 想让明朝朱家万事不亡 但后来证明 这是一个极其错误的政策 正是因为这个制度才导致了明朝初期 深受藩王的困扰 这些分封出去的藩王 势力逐渐庞大后 甚至能挑战中央 朱元璋的儿子朱棣 便是最好的例子 朱瞻基在平庭汉王之乱后 立马着手薛藩事件 让各地藩王交出兵权和护卫 并禁止以后增加护卫 此外 还颁布政令限制藩王权力 让他们不能干预行政 不能坚忍官职 不得随意离开所属封地 前往京城需要禀报等 这些政令 虽然不能彻底改变藩王制度 但却极大削弱了藩王势力 让他们能够更好地被控制 第二步便是军事准备 因为长期跟随朱棣北伐 朱瞻基深至末北的情况 于是他放弃了迁都南京的计划 而是决定留在北京 在前线与满一大交道 这份战略眼光是非常深远的 一直以来 北边游牧民族都以骑兵为主 而北京之后便是大平原地带 一旦北京被攻破 那么游牧骑兵就能长驱直入 整个北边就危险了 所以 北京就是明朝的第一道关口 也是最后一道关口 也因此 明朝成为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铁血王朝 那句天子守国门君王死设计 成了明朝的代名词 公元1428年 墨北的乌梁哈侵略惠州 正恰逢朱瞻基巡逻边境 于是 朱瞻基率领三千精气前往 在宽和之战中 他身先士卒 先是将对方前锋射杀 又接连将对方护卫三人斩杀 派兵攻其左右 杀得对方大败而逃 朱瞻基于是率领百级 驱赶乌梁哈等人 乌梁哈等人于是纷纷下马投降 朱瞻基于是将这些人抓获而归 相比起十多年前 这位小皇帝在墨北征途中 更是显得游刃有余 不过因为朱棣多次北伐 墨北塞外以南城气候 在朱瞻基时期也就少有扰乱 但为了保障国家安全 朱瞻基还是做出了一系列的军事改革 其中一个便是收减开支 朱瞻基认为 练兵乃是为了抵御外患而非浩大喜功 穷兵独武 应当重视农业 节约开支 避免兴师动众 劳民伤财 另外一个便是体恤士族 在朱瞻基时期 明朝的军队极其爱惜士兵 因为之前朱元璋 曾提出过军户士席和军臀制度 这些制度导致了后来明朝的军队 阶级固化严重 军队之中也出现了世家现象 许多军官对待士兵极其严苛 甚至是虐待来找寻乐子 导致了士兵们生活困苦 甚至出现出逃 为了改变这个现象 朱瞻基严厉斥责了那些不体恤士兵的军官 并多次颁布诏域 严禁将领迫害军事 包括让其劳作 占其田地 以及贪吞军饷等 一旦查实 便会严厉惩 这些政策的颁布 使得朱瞻基时期 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加 而军队中 体恤降势也成为了其一大特色 第三步 则是与民休息 朱瞻基在小时候 便常常阅读误本训 这份由朱棣编写赠送给他的书籍 对他的人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他后来的政策中 都能看到朱瞻基对百姓的疼爱 他时常在宫中念叨 坐在皇宫里 更应关心农田里的农民 这并不是他的无病呻吟 实际上 朱瞻基一直是一位身体力行的 皇帝 公元1430年 朱瞻基在出行时 看到道路两旁的农民 正在耕作土地 于是下马询问他们 应当如何耕种土地 这群农民也不知道他是皇帝 便告诉他耕种之法 朱瞻基听完之后 便向他们借来农具 尝试耕种 不过耕种了几下 便满头大汗 于是他对自己的手下们说 我不过耕作三下 就觉得难以忍受其中的辛苦 更何况 农民们终年都在做这件事呢 于是 下令赐给所过地区的农民钱币 后来 京城周边发生了蝗虫灾害 朱瞻基派遣官员 前去治理蝗虫灾害 临行之前 他仍旧不放心 特意写下赵志 告诉他们 以前每年负责抓捕蝗虫的官员 对百姓的残害 一点也不必蝗虫灾害小 所以 你们要严厉杜绝这种事情的发生 为此 黑血下捕蝗虫 颁给臣子 在朱瞻基的十年统治间 他多次下旨 减免赴税 为百姓解难 宣德元年 霸胡广彩目 宣德五年 霸公布彩目 宣德七年 减免因遭受水灾的 加兴湖州等地赴税 宣德八年 减免各地灾区赴税 宣德三年 锦衣卫指挥使 向在东莞采取贞出 他不仅没有同意 还认为此人是想扰民 为自己谋取利益 将他逮捕入狱 此外 朱瞻基还曾多次豁免税额 以及积欠的柴探草 免出来在京城工匠中 老年残疾 和家中没有儿子干活的人的匠级 可见 朱瞻基对百姓的疼爱 也正是因为这些政策 明朝的国力迅速发展 百姓安居乐业 是称人宣之志 但是作为贤明君主代表的朱瞻基 也不发有些错误 其中备受诟病的便是宦官制度 朱瞻基曾下令 设置内书堂 内书堂是专门用来教导 宦官们读书的地方 朱瞻基认为 朝中势力大都不能信任 而有些极其私密的事件 就不能交给他们去处理 而他能完全依靠和信任的 便是宦官集团 所以设立了两个职位 司礼剑丙比太监 以及司礼剑掌印太监 这两个职位很好解释 一个负责纸比 一个负责盖印 每当皇帝不打算 直接采取内阁的决定时 这些宦官就会代表 皇帝采取行动 而且通常其他部门 不能重新对宦官的建议审查 这也就导致了 明朝宦官会经常出现 滥用皇帝职权的情况 在朱瞻基时期 因为他本人情于政务 还能够控制宦官势力的扩张 他经常下令 减少宦官的采购 以及一些指导活动 并且处决那些 严惩犯有重罪的宦官 但是 由于授予他们 可以处理公文的合理途径 朱瞻基还是无意间 为他们滥用职权 开辟了道路 一旦后来的皇帝王虎职守 不问政事 那么 这些宦官的权力就会很大 所以 由于宦官制度的出现 在后期 为明朝埋下了 足以灭国的祸根 朱瞻基在治理国家的闲暇之余 又有怎样的娱乐生活 这些生活 对他的死亡原因 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说完明宣宗朱瞻基的文治武功 我们再来谈谈他的艺术情操 要知道 明朝最著名的艺术皇帝 朱瞻基是真正意义上的文物玄才 论武 他能够驰骋北墨 挥师安南 保大明一方安定 而论文的话 他则是著名的明朝画家 其画工精湛 比起一些艺术大家来讲 也是不妨多让的 他曾多次将自己的画作赠予众臣 并上书年月以及姓名 曾留有万年松图 属石图 武侯高卧图等诸多画作 不仅如此 说了画画 朱瞻基也是一位宫廷诗人 他的生活中 写诗占着了重要比重 朱有千首以上 甚是高产 不过 朱瞻基的宫廷生活 丰富如此 却还是贪玩好乐 尤其是 他喜欢斗屈屈 朱瞻基对斗屈屈 情有途中 非常痴迷 据记载 继任之后 朱瞻基曾下令 要各地采办屈屈 送往京城 其中 苏州之府便采取了一千只 而这些娱乐 也对民生造成了极大影响 导致百姓鸡犬不宁 甚至家破人亡 不过 这些都是野史基载 并没有对其有详细技术 而之后公元1435年 在明朝统治十年的朱瞻基 便去世了 当时朱瞻基不过36岁 据史料记载 当时朱瞻基病重在床 太医也难以诊断病因 不过十来天 朱瞻基便驾崩离世 因为这段历史的记载 过于模糊 其用语含糊不清 既不明确 也无说明 更何况 朱瞻基去世时 正值人生壮年 居然就稀里糊涂地去世了 所以 朱瞻基的去世 成为了一个谜底 这些年来 很多人都对朱瞻基的死亡原因 进行过讨论 于是呢 我就将这些猜测 一整理下来 大致如下 一 吃丹药中毒而死 二 玩蛆蛆 感染细菌而死 三 劳累过度而死 四 从军生涯伤病复发而死 五 家族遗传而死 以上的五条原因 便是目前网络上 最为流行的几种猜测 接下来 我会一一对其求证并讲解 首先是第一条 吃丹药中毒而死 这个说法普遍来自于 千中毒 一直以来 古人对于长生仪式 都有所追求 比较受人熟知的秦始皇 便曾求过长生不老药 甚至为此派徐福去日本寻找过 所以 古代皇帝 大多都有吃丹药的习惯 但实际上我们知道 古人所吃的丹药 在以前实际上是混合了 多种金属的药丸 这玩意儿不像是仙丹 更像是毒药 连四大发明火药 都是炼丹时发现的 可见这东西 对人体的伤害有多大 到了明朝 虽然丹方有所改进 但免不了 还是会炼出有毒药的时候 所以 千中毒 从这个层面上讲 是一个合理的猜测 但是 却有一个致命的漏洞 那就是朱瞻基 为什么需要吃丹药 要知道 即使是古代皇帝 一般也是为了调养身子 或是年老才会吃丹药 不过36岁的朱瞻基 完全没必要吃 因为朱瞻基实际上 在史书上的描述是 一个身材高大 恐无有力的人 在这个年纪 是完全没有必要吃丹药的 所以第一个猜测 不能作为他死亡原因 第二条 是玩蛆蛆而死 这一条其实有点牵强了 给出这个猜测的人认为 朱瞻基 极有可能是因为玩蛆蛆 从而感染了细菌 然后重病致死 毕竟朱瞻基是病种 十来天去世 而以当时的医疗条件来说 感染细菌也确实无法诊断 这几点都很符合 而且这种虫子身上 也确实沾染很多细菌 所以说 这个猜测从各方面 都实现了印证 但是根据我们生活的经验来看 朱瞻基因蛆蛆的细菌 感染而死的可能性 实在是太低了 这简直不知道 要倒霉成什么样 朱瞻基才有可能 遇到这种事 可能就像朱高旭所说 朱瞻基是被上天 极度了才死的 所以 这条其实确实有可能 是朱瞻基真正死亡原因 只是说 概率太低了 第三条是 劳累过度而死 这一条猜测 普遍得到了众人的认可 要知道 明朝皇帝在初期 都有一个共同的优点 那就是秦政 朱元璋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简直是皇帝中的 劳动楷模 朱元璋在成为皇帝以后 他认为前朝的失败 源于皇帝的权力 被官员分散了出去 于是 将宰相和中书省的官职 全部都废除了 极大的巩固了 皇帝自身的权力 同样 也导致了干活的 只有他一个人 所以老朱要劈改的 走辙非常之多 说他被累死的 一点也不夸张 后来朱棣成立内阁制 才减轻了一定的劳动负担 而这样的优良传统 也传到了朱瞻基身上 作为皇帝 他每年要批改的奏折 是非常之多的 再加上 他本人关心民事 同样成为秦政的典范 甚至因此只有两个儿子 还疏于了对他们的教育 让明朝这个 几乎没有污点的朝代 诞生了中国历史上 汉人朝代最大的污点 所以 朱瞻基确实是有可能累死的 但问题在于 从史书记载上来看 朱瞻基虽然很忙碌 但他的娱乐生活非常丰富 不论是高雅的作诗画画 还是低俗的斗曲 他都是有的 甚至还因此被大肆批评 这样一个娱乐生活 如此丰富的皇帝 还能被累死 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 所以 被累死 该不是他的真正死因 第四条是 旧伤复发而死 在古代 亲上战场的皇帝并不少见 在明朝更是一个传统 朱瞻基层多次上阵杀敌 身上会有暗伤 那基本上都是家常便饭 所以旧伤复发而死 确实是有理论依据的 但根据记载在病重之前 朱瞻基并未出现过体态虚弱 病重咳嗽的现象 在以前 如果身上隐有暗疾 那么在发病以前 都会有明显症状的 像李世民 就曾被记载在病重之前 身子就非常虚弱 且时常咳嗽 而像其他皇帝 也都有类似的记载 但朱瞻基没有 他就好像是突然得病 然后死亡 甚至连个过渡阶段都没有 而这种病 连太医都无法诊断 所以 这个说法也就不能成立 那么 还剩最后一条 那就是家族遗传的疾病 今天我们的医学 已经非常先进了 我们知道 有些疾病是可以家族遗传的 而这些遗传病 大都会导致寿命的变断 所以有人认为 朱瞻基是因家族遗传而死 这个说法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 因为在朱瞻基之前 朱元璋活到了71岁 朱蒂活到了64岁 朱高氏却只活到了48岁 而朱瞻基的儿子朱祁镇 只有38岁 这之后 明朝的皇帝大都短命 出去那些非自然死亡的 就没几个能超过40岁的皇帝 所以 很有可能 是有家族遗传疾病的 但考虑到朱元璋和朱蒂的寿命很长 所以大部分人认为是朱高氏的原因 因为朱高氏肥胖且体恤 再加上常年不注重身体保养 身上有一些可能会出现奇怪的疾病 再考虑到 他本人只有48岁 和朱蒂朱元璋相差甚远 以及在位不到10个月的执政时间 也就是说 他的身体状况并不适合当皇帝 所以极有可能 朱瞻基就是因此而死 最后一条 也可能是朱瞻基最终的死亡原因 而且 可能性非常大 不知各位是怎么认为的呢 当然不管怎么样 朱瞻基在明朝历史上 确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皇帝 而后人给他的嗜好是 英明神圣清文昭武宽人 纯孝章皇帝 自己人结果 一下 自己 purchased 我